文先生高興說安員有沙沙的顧慮人馬 這筆馬踏入了這個山的跪之後 還有更大的唱會 因為他前面都聽到很久 今年我們都看他在進度很理想 由於上一場他才輸給加州星球 加州星球已經是一種出類伏尚的馬 所以我們這一場來說 雖然說不可以說很大信心 但是也有信心他會爭取得很職責 加州星球有些什麼 即是對今場他要安慰什麼 暫時贏完到現在的時間 尚短我們大家聊天的時間 都不是說很多 已經接受你們的訪問 所以實際都不是說了解那麼多 他想說的話 希望他能告訴我 我再告訴大家 為什麼接下來 11月19日 馬會一里登彪或者馬會一里登彪 其實幫助參加的機會有多大呢 讓我看看他跑完之後 他的復元程度去到哪裡 由於他贏得這些賽事 他都有能力的 我們希望找對他的路程的馬 讓他跑 國際賽12月的國際賽 文先生又會覺得哪一個路程 對安慰是比較的畫 我想二千米會適合他跑一點的 如果二千米都很有機會 差不多都是可以肯定 他不敢落盲勇士 你又怎樣看安慰在二千米 他打給跑過一次的當然 當然大家都看到浪漫勇士的表演 或者金槍的表演 他們都很出雷拔碎的 不敢說他贏別人 這隻馬 如果他跑得很成績 身為馬主也好 我們做練馬師也好 都會覺得開心的 對於文先生的訓練 這麼舒適 這麼好馬 其實你對他日常生活 或日常生活 他在馬房 究竟是血皮升 或者是他平時生活 這筆馬是怎樣的呢 其實他的脾氣就沒有什麼 只是神操源之後 開始上隧道 就會自己有很多小動作 會跌騎馬人下來 通常我們都會安排那些馬夫 或者一些馬房波紋 去接他上來 無謂讓他做那麼多危險的動作 跌倒人又不好 弄倒馬又更加不好 其餘方面 神操方面 他表現都是很理想的 不是一隻難操的馬 這一季會不會更淡定過上一季? 有性格過上一季 即是有時都會橫皮 是的 還有一次恭喜習文先生 恭喜你 多謝各位